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 AMPUS 的休仔功课 今个星期是国际赛日 聊聊英超一些消息 想跟大家讲两个城 分别是李斯特城和曼城 他们同样都是相同的东西 今季星巴马李斯特城升回来英超 三场球就得分 但是以三支星巴马来说 觉得个人来看 李斯特城是比较具战斗的能力 这一件事都撇开了 制裁后再来再谈 英超方面的赛会 原先指控李斯特城 在22至23年的球季 也是违反了英超的盈利及可持续发展条例 一两年大家都经常听 原先说 李成在22至23年的球季 是虧了2.15亿万磅 比原先的条例的上限超出1.1亿英镑 其实本身就想着像上季爱华顿那样 要扣分在今季英超 但是李斯特城上诉得席 得席的原因都挺戏剧性 挺吊诡的 就是说 当时英超赛会要求李斯特城 球会要提交一些报告去審核 去查他的时候 当时李斯特城在英冠 所以英超赛会查英冠的东西 论点就是这样 觉得今上不合情理 所以最后李成就上诉得席 所以今季李斯特城就不需要求分 对于球队来说 一个挺理好的消息 但是回头看这一件事 都真是很戏剧性 很电影 原因原来可以这么简单 都挺有趣 为什么说到曼城呢 曼城大家都知道 现在仍然是榜首 三场全胜 河南又不断大胶母子气化 遗免遗免再遗免 曼城仍然是今季英超 就是蝶标的大业門 但是其实有一件事都未完 其实是曼城 曼城其实几年前已经开始 也是关于 违反了英超盈利 及可持续发展的条例 其实调查当中 其实都 当中涉及的 违规的情况超过100条 好像110几条 所以就 英超赛会 其实已经一直 这几年 已经查及调查当中 曼城有个团队 现在有很多细节 其实都拖拖拉拉 好几年的 看看最主要 现在可以阻止曼城 就是这件事 不知搞多久 可能也有时间搞 我自己个人预计 有传说 哥迪奥拿 有机会加上今年就 我觉得最有机会 最有机会 去攻陷 或者是 如何可以破到 曼城这个王朝 就是可能是 这个条例了 但是究竟搞多久呢 未知 我相信 如果真的要扣分 有事甚至乎禁赛那些 哥迪奥拿 到时都已经相信 是来了 功成身退 所以都挺有趣 今天和大家聊聊两个城 曼城 和李斯特城 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我们 安波体育传媒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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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